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照片上的这位男士名叫杨磊 是中国重型汽车集团进出口有限公司的一名员工 他在埃及已经工作了五年 这次习主席访问埃及 我们这些在埃及的中资企业都非常期待 也非常激动 同时希望能够通过这次访问 能加强中埃两国的经贸合作 能让埃及方面更加信赖中资企业和中国的产品 在埃及的中国留学生也非常期待习主席的到来 照片上的这个小伙子呢 他的名字叫李瑞卿 目前就读于埃及爱因夏姆斯大学 是一名阿拉伯语专业的研究生 他说自己今年就毕业了 本来准备回国找工作 但是习主席的这次到访啊 让他对未来事业的规划有了一些改变 因为毕竟这个我们留学生在海外的这种感觉吧 其实很大程度上取悦于国家的形象吧 就是12年来的首次 蛮好的一个这么一个机遇吧 原来就是于浩前在南方了 所以想的话 这一年先看一看 在埃及有没有什么好的机会 照片上的这个小伙子啊 叫做于扬涛 旁边是他的女朋友 由于他们俩在国内学的都是阿拉伯语 大学毕业之后 两人都来到了苏伊士运河大学孔子学院 做志愿者 教这里的大学生学中文 最近正是学期末 教学任务很重 不过呢 每天下班之后 于扬涛还会去中国驻埃及大使馆 帮忙做一些欢迎习主席到访的前期准备工作 就是作为孔面的老师 心里是非常的激动的 因为就来常人的感情来说 就是想见主席 因为当然很难的 大家都真相的就是想着 习战兰来访能出一份力 把他的来访顺利完成 同样还是埃及的消息 为了迎接习主席的到访 最近埃及的华文媒体 中国周报社的工作人员也非常的忙碌 他们忙什么呢 来看 其实他们就在忙着办这份 在1月18号出版的 有意特刊 那为什么要叫有意特刊呢 这期报纸在头版上就刊登了 2015年9月2号 其主席在人民大会堂会见 埃及总统赛西的大幅照片 在内容上 共有20个版面的中国周报 用了14个版面 分别回顾了中埃两国建交 60年来的历史 商贸合作和文化交流方面的信息 被称作有意特刊 那是名副其实 策划这期特刊的 就是画面上的这位 对 他的名字叫做马强 山东人是中国周报的社长 其实从得到了确切的消息以后 我们才开始所准备的 这个我们是额外的一期 这个是比较辛苦的 所以说我们演绎了 在做这个工作 有意特刊出版之后 受到了当地华人的广泛好评 报纸最初只印了一万份 一下就发送完毕了 现在这份有意特刊 还在加印当中 中国周报是埃及唯一的一份 中阿双语报纸 说到为什么会在埃及 办这样的一份报纸的时候 马强说 这还要从2000年 他刚来埃及的时候 当地人的一些 令他酷笑不得的问题说起 你怎么不留便呢 你们中国人是不是都会飞檐走壁啊 说说我觉得 我有那个义务 通过自己的努力 让埃及人真正的去了解中国 目前 每期中文版的中国周报 会向华人免费发放 阿叙版的中国周报 则在书摊上公开出售 仅在埃及地区发行量 就能够达到一万多份 马强说 中国周报今年的报道重点 将着重于中埃两国关系 一带一路战略发展 和两国未来发展等方面 他认为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 对他而言真的是恰风其时 今天我们的 祝梦一带一路系列 就带您认识一群 在埃及投资建厂的中国人 我们把目光聚角埃及 来看 洁白的丝线 整齐明亮的厂房 熟悉的画面 这不是纺织厂吗 我告诉你 还真不是 工厂里生产的这种丝线 叫做玻璃纤维 是一种工业材料 绝缘性非常好 耐高温还抗腐蚀 广泛的应用在各个领域 大到房子外面的外墙 小到体育馆里面的座椅 还有浴缸 都少不了这种玻璃纤维 那么您知道 全球规模最大的 玻璃纤维制造商是哪家吗 告诉您 是中国巨石集团 而您看到的这个厂房 就是该集团 刚刚在埃及投资建设的 来看 这位男士 他的名字叫做杨继祥 今年34岁 湖北人 是该集团 在埃及分公司的副总经理 我们现在是1000人 然后中国人大概是50几名 杨继祥来到埃及 已经有三年半的时间了 而他所说的这个1000人 指的是他们在埃及分公司的 所有员工 这就意味着 公司为埃及提供了上千个就业机会 为埃及带来了将近1亿美元 约合6.5亿元人民币的外汇 近2015年 公司就为埃及政府创造了1.4亿元人民币的税收 那么他们为什么会选择在埃及来建厂呢 我们选择埃及的话 主要是一方面积极响应 党中央国家政府的这个走出来 跟一带一路这个战略 然后第二方面就是我们考虑到埃及这个区位优势 因为我们的产品主要是出货到欧盟地区 还有土耳其的市场 所以这个区位优势很强 然后第三 埃及跟欧盟地区是签订有这个零关税的这样一个政策 来看 这个呀就是玻璃纤维生产车间 生产线上的一线员工都是埃及人 您再看 这是厂区的化验室 里面做化验的工程师同样也都是本地人 就连车间里的中控室都是当地员工 您知道吗 玻璃纤维制造业属于高科技行业 工艺流程是非常的复杂 有很高的技术要求 而埃及劳动者的技术基础是比较差的 全部依靠从中国调派员工又不太现实 这怎么办呢 我们当时差不多有40多名的工程师 我们的总部 这样这边都培训过 后来又大概派了有五六十名的核心的工人 也培训过 现在大部分都是 要么是中程工程师 或者我们公司的骨干利 这些员工学成回国之后 就再培训更多的当地员工 这样一层一层的下来 员工们很快就都掌握了纤维的制造机 在埃及三年半的时间里 梁继祥就经历了三任总理上任 可以说他是克服了种种困难 才取得了今天的成绩 由于埃及工电设备落后 光是2014年一年 工厂就经历了五次停电 这其中最严重的一次发生在九月份 因为玻璃温度的升高是需要电来加热的 这一停电 摇炉中的温度降低 玻璃就冷却成了固体 光这一次停电 他们就损失了500万元人民币 为了避免更严重的损失 杨继祥先启用了应急柴油发电机 并带领了员工连夜抢修更换设备 并重新启用人工作业 当年员工也非常的配合 一个月后就恢复了正常生产 后来埃及政府也积极地采取各种措施 来改善供电环境 现在停电问题已经不复存在 在光秃秃的沙漠上 建场真的是不容易 压力也很大 自从来到埃及 杨继祥就没有请过一天假 就连周末也在加班 杨继祥的妻子在中国 去年11月份刚刚为他生了一个儿子 如今转眼间就两个月大了 杨继祥说 妻子怀孕期间他没有陪伴在身边 孩子的成长他也没有亲眼见到 感到有些遗憾 由于二期工程马上就要开始了 杨继祥和很多同事 今年春节都不能回中国了 但是按照惯例 每逢过年 总公司会把他们远在中国的亲人 都聚在一起 吃一顿年夜饭 还设置视频连线 让员工和家人们一块聊聊天 以解思想之苦 在过去的三年半当中 经历了困难 经历了风雨 但是我们也建成了这个项目 接下来我们中年会做这个 二期跟三期项目的推进 特别是 习祥是今天要好 视线转向埃塞俄比亚 视线转向埃塞俄比亚 他这是感动的哭了 怎么回事呢 原来去年年底 吴鹏前往埃塞俄比亚 检查他们在埃塞俄比亚 推行的微笑儿童早午餐 配餐项目的实施情况 照片上的这位17岁的小女孩 就是微笑儿童项目的受益者 她是一个孤儿 没有任何可以依靠的亲人 因此她靠每周末 帮别人洗衣服谋生 吃饭 住宿 还有上学的费用 都是这么赚来的 生活真的很苦 但自从受到了 微笑儿童项目的资助之后 她就可以在学校免费享用 早餐和午餐了 因此当五鹏向她询问的时候 这个坚强的女孩 因为感动哭了起来 学校的校长也告诉五鹏 孩子们能够吃上饭 逃课的人开始大大减少 孩子们上课的时候的注意力 也更加集中了 微笑儿童早午餐配餐项目 是由中国扶贫基金会 无锡灵山慈善基金会 联合非洲的一些慈善团体 共同推出 在过去的一年里 这个项目已经在埃塞俄比亚 和苏丹的四十三所小学落地 为两千多名学生 提供了免费的早餐和午餐 我们再来看南非 您现在看到的是电影 《维奴十二年》 讲述的是一个人 被贩卖之后 遭到奴役 经历多年的磨难 才突破自由的曲折故事 前不久 南非华人警民合作中心 解救了一位在南非遭到奴役七个月的华人朱先生 来看 图片上这位呢 就是朱先生 今年52岁 家住广州 您看他神情恍惚 还是一副惊魂未定的样子 那家住广州的朱先生 怎么去了千里之外的南非 还在那儿遭到奴役的呢 这还要从七个月前说起 当时朱先生在朋友的邀请之下 去莫桑比克旅游 到达莫桑比克首都马普托之后 他就住在了朋友的一个熟人家里 一天早晨 朱先生的一个人去超市买东西 刚出门口 就被人用袋子套住了头 遭到一顿暴打之后 不请人事 当他再次醒来 已经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了 朱先生这才意识到 自己被绑架了 从此朱先生就被迫 在一家小型塑料加工厂里面 做苦工 开始了七个月的奴役生活 一天早晨 他趁看守不注意 脱跑了出去 荒山野岭根本不知道方向 他说自己跑了四个多小时 才误打误壮地看到了一个警察 由于语言不通 警察把他带到了 约翰内斯堡的 南非华人警民合作中心 这里的华人 得知朱先生的遭遇之后 为这位在异国他乡 落难的同胞 安排了食宿 并联络了当地的华人商会 商会会长二话没说 就帮朱先生预定了 第二天回国的机票 朱先生这才终于回到了家 实现在转向加拿大 为了迎接中国农历新年的到来 很多国家都推出了 猴年纪念邮票 来看 这个是新加坡邮票 这个是新西兰邮票 这个是法国邮票 最近加拿大邮政公司 也发行了猴年邮票 你看 就是画面当中的这张 手拿金箍棒 诶 正腾云嫁务的美猴王邮票 吸引了很多加拿大的华人 前往购买 目光 再来聚焦中国香港 画面上很多人围坐在一个圆桌旁 正在品尝美食 你看 这美食怎么是用盆装的呢 这是前不久 在香港新界大浦邻村许愿广场举行的盆菜宴活动 共有七千多人参加 盆菜是香港的一种传统美食 已经有数百年的历史了 这道菜看起来好像是烹饪方法很简单 其实却十分的烤旧 分别要经过煎 炸 烧 煮 等多道工序 然后呢 在一层一层的铺在盆子里面 你看 这里边啊 有鸡肉 猪肉 海鲜 豆制品等等 十几种原料 内容非常的丰富 逢年过节或者是婚假庆典 香港的都会举办盆菜宴 大家围坐在桌前 共吃一盆菜 正象征着喜庆团圆 好 今天的全球华人资讯呢 就是这些 感谢各位的收看 下期同一时间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